嗨,我是琪琪 嗨,我是燕燕 琪琪和燕燕的玩具 琪琪和燕燕意外发现了时空之门 好神奇啊,琪琪 不如我们去一亿年前的侏罗纪世界旅行一下吧 真是不错的主意 赶快出发 他们进入时空之门 很快出现在侏罗纪 这儿的空气很清新呀 琪琪,快在身后 是四块虎龙头骨 琪琪拿出放大镜 开始对其中一块提进研究 这不是虎龙大石 听,哪儿传来的声音 是虎龙 我们赶快打开头骨看看 先把外面的封条取下来 按动别一两侧 把它抬起来 哇,里面是一个小场景 黑色的卡片是一张文法说明 透明的袋子里装着一只灰色迅猛龙 它们是小型大石恐龙 前后只都长有非常尖锐的爪 身体十分敏捷 机翼捕捉到猎物 这只迅猛龙的肚子有心饿 它发现了前面正在奔跑的小猪 赶快追上它 哎呦,前面有一道门挡住了去路 按动响猪 迅猛龙破本而入 成功补到猎物 它可以美美的摆摊一顿了 这里也有声音 我来把它打开 拆竹锋条 打开头骨盲盒 哇,这是一只暴虐霸王龙 里面同样有一张玩法说明 它们是凶狠不认识起恐龙 前肢短小 经常独来独往的 触摸于荒野 发现猎物就会发动猛烈攻击 嘴巴是主要武器呢 瞧 暴虐霸王龙正在铁门内休息 门前翻倒的小车 突然发起声响 它立即冲破铁门查看情况 再来打开一扣 桃骨 里面是大海的场景 海中央是一只苍龙 苍龙的外形像一只蜥蜴 四肢像蒋的形状 头比较大 具有长而尖的腿 长颈脚状的大尾巴 是快速游泳的强力推进器 一只小鲨鱼 比较来越多走面 狂龙找准时机 按动前面的潜水艇 张大嘴巴赢了上去 再来打开最后一块头骨盲盒 是一只霸王龙 霸王龙的头比暴虐龙的头要大 它的牙齿比它更大更光丽 火山正在喷发 霸王龙还待在山脚下 霸王龙快跑呀 我们来帮帮它 向前推动红色小汽车 吸引它的注意 霸王龙迅速离开火山 这次旅行真是太开心了 我们认识了三种恐龙呢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玩到这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 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